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先生 弟兄姐妹早安 各位鼎姐妹早安 師父 鼎姐妹早安 師父 鼎姐妹早安 我們今天來到民宿記的30章 今天來到民宿記的30章 旷野階段快結束了 旷野階段快結束了 旧的世代全部都過去了 旧的世代全部都過去了 現在是新的世代在預備要進加蘭地 現在是新的世代要預備進入加蘭地 過去幾章做了幾個重要的預備 過去幾章做了幾個重要的預備 2627就數點百姓 2627就數點百姓 數點百姓為了要爭戰 也為了要承受產業 數點百姓為了爭絕 也為了承受產業 講到產業的傳承 講到產業的傳承 講到領袖的傳承 講到領袖的傳承 就是約束亞興起 這個是屬於領袖和產業的傳承 這是屬於領袖和產業的傳承 2829講的是獻祭講節祈 2829就講到憲制講到節祈 講到怎麼樣呢 緊緊地跟隨神 講到緊緊地跟隨神 這一部分特別是跟以利亞薩有關的 這一部分主要是跟以利亞薩有關 所以一條是摩西約束亞 一條是亞倫以利亞薩這一條線 所以一條是摩西約束亞 一條是亞倫以利亞薩 跟以利亞薩 跟以利亞薩 然後來到第三十章 三十章 第一節叫做摩西小域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 第一節摩西小域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 第三十章是對首領說的 第三十章是對首領說的 等於是說 這是另一條線的預備 另外一條線的預備 約束亞帶領 約束亞帶領 他的權柄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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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下面帶了一大堆人 下面帶了一大堆人 這些人怎樣有次有序地來跟隨呢 這些人怎樣有次有序地來跟隨呢 怎樣照著權柄的架構然後這樣進行呢 怎樣用權柄的架構來進行呢 這是這一章要談的重點 這一章要談的重點 我把它叫做真正連於神的愛與信任 我把它叫做真正連於神的愛與信任 真正連於神的愛與信任 以色列人很清楚知道說 他們是被上帝所拣選的 以色列人很清楚自己是被上帝所拣選 每個人也想連於神 每個人都想連於神 但是他必須要在一個次序裡面 但是這個次序有時候我們的觀念會不清楚 但是這個次序有時候我們的觀念會不清楚 甚至這個觀念會受到挑戰 甚至觀念會被挑戰 第二節講的就是許願與起誓的問題 第二節講到許願與起誓的問題 其實這個是呼應前一章的最後第二節 三十九節 第一節呼應前面最後第二節三十九節 就是講到說這些的獻祭都在所許的願 並甘心所獻的祭以外 就是這節制是所許的願並甘心所獻的意外 這邊講到許願 這裡講到許願 所以神要把這個點再講得更清楚一點 所以神要把這個點講得更加清楚 原來人會想向神許願 原來人會想向神許願 特別在一個特殊的狀況 特別在一個特殊的狀況 比如說有一些人可能就覺得 不管他有沒有信主 例如有些人不管他有沒有信主 比如說父母重病 可能快死了 可能快死了 可能跟所謂的老天爺說 如果讓我的父母多活十年 我願意減少十年壽命 有可能是這樣 就可能跟老天爺說 如果能夠給我的父母多十年的壽命 我就願意減十年的壽命 可能就是這樣 或者是說如果怎樣怎樣的話 那麼我可能就終生吃素 或者我就不嫁人 或者我就不嫁人 就是為了要很想有一件事成就 就是為了有一件事很想成就 因為接著三十一章就要打仗了 因為接著三十一章就要打仗了 然後爸爸就出去打仗了 就爸爸出去打仗了 老公去打仗了 老公去打仗 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當然是要禱告 當然要禱告 但是很想他平安回來 接著就會開始跟神許願了 那就是跟神許願 就是這個狀況 就是這樣的狀況 那神在這個地方跟所有的領袖講說 這個許願要這樣來處理 神在這個地方跟所有領袖講 這個許願要這樣處理 一到二節第一段 一到二節第一段 言行合一不可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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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食言這個字其實呢 原文就是蝕毒的話語 就是我們有神的形象 就是我們有神的形象 我們的話呢 也像神一樣 所有就有命力就利 我們的說話好像神一樣 就是說有就有 命立就立 我們怎麼說就要怎麼做 我們怎麼說就要怎麼做 我們言行要合一 我們言行要合一 所以如果說了沒有做到呢 我們就是誤會了自己的言語 所以說了沒有做到呢 我們就是誤會自己的言語 所以這邊講到說 第二節 人若向耶華許願或其事 要約束自己就不可食言 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話行 所以第二節講到 人若向耶和華許願或起誓 要約束自己就不可食言 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話行 人會向神許願 人會向神許願 這個很好 這個很好 但是呢 他必須要在一個權柄次序架構裡面 必須在一個權柄架構裡面 在一個有愛有信任的關係裡面 在一個有愛有信任的關係裡面 這就是三到五節講的 這就是三節五節所講的 他這邊講到特別是女子年幼 還在富家跟神許願的一個狀況 這個特別講到就是女子年幼 還在富家的時候許願的狀況 第二段三到五節 第二段三節五節 父親要拿起權柄 ekme pergunt 報告孩子許願 父親要拿起權柄 為看嗎 為看顃孩子許願 父親要拿起權柄 為看顧孩子許願 父親要拿起權柄 為看顧孩子許願 如果他许愿说 如果怎么样怎么样的话 我就一年不喝咖啡 如果有什么事 我就一年不喝咖啡 或者 比如说我 今年都不买衣服 或者我今年都不买衣服 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会许这个愿 或者他可能会许这些愿 当然这样是OK的 但是有时候许得太冲促了 或者有时候许得太冲促了 或者许太过了 或者许得太过了 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的 会有这样的状况 比如说讲到要减少寿命 可能会讲到要减少寿命 讲到说那我宁可就不嫁人了 或者我宁可不嫁人 或者是未来十年不断 谈恋爱 或者未来十年不谈恋爱 诸如此类的 诸如此类 这个时候就要看父亲了 这个时候就要看父亲了 应成 人向神许愿 人向神许愿 但爸爸听见了爸爸说不可以 但爸爸听见爸爸就说不可以 可能这个时候做孩子就会说 可是我已经跟神许愿了 可能这个时候孩子就说我已经跟神许愿了 神很大 神很大 上帝 上帝 那我不要听你的 我不要听你 我要遵守诺言 我要遵守乐言 这个时候这个家就会开始出问题了 这个时候这个家就会出问题了 就会有矛盾了 所以这个时候神就教导当中做父亲的 所以这个时候神就会教导父亲 如果儿女的许愿 这个不好的话 如果儿女许愿不好的话 父亲要勇敢地说no 父亲要勇敢地说no 说这个不算 说这个不算 做孩子的也不要跟父亲争 而做孩子的也不要跟父亲争 你要相信爸爸的决定 你要相信爸爸的决定 虽然你跟神许愿 虽然你向神许愿 爸爸说算了 那就算了 爸爸说算的 那就算了 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孩子许愿 是在爸爸的遮蓋里面 这样的时候 这个孩子的许愿就在爸爸的遮蓋里面 就是原来我们跟神许愿 如果 父亲说不行的话 就可以不行 原来我们向神许愿的时候 父亲说不行的时候 就是不行了 所以父亲是有这个权柄的 所以父亲有这个权柄 你看到不好的 这个不对的事 你要讲的 你见到不对的事 你要讲的 否则会害了孩子 否则会害了孩子 所以父亲出于爱 就把这个不好的许愿 废掉 所以父亲出于爱 就把这个不好的许愿 就废掉了 那做孩子的也要相信 这个爸爸的这个决定是好的 而做孩子的也相信 爸爸的决定是好的 因为神说这样的是好的 因为神说这样是好的 第一步是我们要言行合一 第一步就是我们要言行合一 我们许愿就要做 我们许愿就要做 接下来讲的就是说 可是这个许愿可能会不合一 但是这里讲到许愿可能会不合一 要父亲再次确认 要父亲再次确认 接下来就讲到另外一种状况 接下来就讲到另外一种状况 六到九节 六至九节 那女子就长大了 女子就长大了 结婚了 结婚了 这个就是六到九节所讲的 这个就是六至九节所讲的 第三段 第三段 婚前许愿要经丈夫确认 婚前许愿要跟丈夫确认 失婚后要向神负责 失婚后要向神负责 婚前许愿要经丈夫确认 婚前许愿要跟丈夫确认 失婚后要向神负责 失婚后要向神负责 好 延续刚刚的第一种状况 延续刚刚的第一个状况 女子年幼那跟神许愿 女子年幼向神许愿 爸爸听见了也没有反对 那就算数了 爸爸听见也没有反对就算数了 接着就结婚了 接着就结婚 等于是说他带着这个愿 就是结婚了 等于是带着这个愿去结婚 他从父亲的遮蓋进到丈夫的遮蓋 他从父亲的遮蓋去到丈夫的遮蓋 那这个愿 这个相神许的愿 还没嫁人的时候 父亲是同意的 这个向神许的愿 未嫁人的时候 父亲是同意 但是现在结婚了 大家结婚了 丈夫要再次确认 丈夫要再次确认 如果丈夫OK那就OK 如果丈夫OK的话就OK继续 但是丈夫不OK 这个愿还是把他废了 如果丈夫不OK的话 这个愿也是要废的 不然夫妻之间就会出现问题 如果不是夫妻之间就会出现问题 如果妻子就跟神说 我要跟神进食祷告四十天 例如有妻子许愿就说 我要向神祷告禁食四十天 这四十天我就不煮饭了 这四十天我就不煮饭了 因为你肚子很饿煮饭就很辛苦 因为你肚子很饿煮饭就很辛苦 那这个时候就丈夫抗议 可能孩子也抗议 这个时候可能丈夫抗议 孩子也抗议 或者说我不只不煮饭 我也不要跟丈夫同床 或者不单止不煮饭 甚至说不要跟丈夫同床 那这个丈夫也崩溃了 所以丈夫就崩溃了 就是这个东西要协调 所以这个事要协调 要双方同意才可以 要双方同意才可以 所以我们看他这边是怎么讲的 所以看这里是怎么讲的 一样第十节 一样第十节 不对 第六节 第六节 他若出了假有怨在身 他若出了假有怨在身 就是他是带着年幼时候的怨 然后进到婚姻里面 他就带着年幼的怨 就进到婚姻里面 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 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 他丈夫听见了日子 却向他默默不言 他所许的怨 并约束自己的话 都要违定 他丈夫听见的日子 却向他默默不言 他所许的怨并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要违定 但他丈夫听见的日子 若不应成 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怨 和他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 也必赦免他 但他丈夫听见的日子 若不答应 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怨 和他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 也和话也必赦免他 就等于是说要重新再确认 就等于是要重新再确认 就是丈夫确认后才算数的 就是丈夫确认之后才算数 丈夫不同意的话 那就不算数 丈夫不同意的话 那就不算数 好 那这里有一个重点 这里有一个重点 第七节 第七节 丈夫听见却向他默默不言 丈夫听见却向他默默不言 就是丈夫承认是代表同意的 就是丈夫承认就代表同意了 这句话是讲给丈夫听的 这个说话是讲给丈夫听的 也都讲给父亲听 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些事或听到一些事 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事 听到一些事 如果我们沉默的话 如果我们沉默的话 就代表是同意 就代表同意 神是这样看的 所以对于不好的事情 做权柄的 做丈夫的 做父亲的 一定要表态 所以对一些不好的事情 作为权柄 丈夫父亲 一定要表态 就是如果你觉得不好 你要开心的 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 你要开心 你不能说不关我的事 你不能说不关我的事 或者是说我孩子那么坚持 我也没办法 或者是我的孩子那么坚持 我也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归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归没办法 我们还是要表达的 我们还是要表达的 我们可以跟孩子说 这个东西爸爸觉得不好 我们可以跟孩子说 这件事爸爸觉得不好 他肯听就听 他不听我们当然也没有办法 他肯听就听 如果他不肯听 我们也没有办法 但是就等于是说 我们做权柄 我们表达了 那么我们跟神交仗了 就是等于我们做权柄 我们表达了 就向神交仗 但是如果我们沉默的话 神就当我们同意 但是我们沉默的话 神就当我们同意 这个就是为什么 之前这个十庭的淫乱 这个就是等于 之前的十庭的淫乱 摩西的角度是 有淫乱的人才要处理 摩西的角度就是 有淫乱的人才要处理 神不是这样看的 神不是这样看的 因为瘟疫而死的 有两万四千人 因为瘟疫而死有两万四千人 遍布在所有的支派 遍布所有的支派 看起来这些组长 都是没有反对 看起来这些组长都是没有反对 所以神说 那我就当你同意 所以我就当你是同意 既然你同意 我就要先处理你 既然你同意我就先处理你 所以我们做权柄的就要表态的 所有作为权柄要表态 你沉默的全部当你同意的 你沉默的全部当你同意 但是这是讲给权柄听的 但是讲给权柄听 不是讲给权柄之下的人 不是讲给权柄之下的人 我们在权柄之下的做法要相反 我们在权柄之下做法要相反 就是有吩咐我们才做 就是有吩咐我们的先去做 就是等于权柄说了才表示那是他的意思 就是权柄说了才代表他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权柄之下的 我们要等权柄说话 我们在权柄之下的要等权柄说话 当然我们可以去问他 当然我们可以问他 我们可以建议他 我们可以建议他 但是他说OK才OK的 但是他说OK才是OK的 好 这个用一个例子就是 雅各的孩子约瑟就在埃及 这个有一个例子就是 雅各的儿子约瑟就去了埃及 后来就变宅相了 后来变了宰相 法老就告诉他 法老跟他说 所有人都在你的下面 就是所有人都在你的下面 没有你的吩咐 任何人不可以擅自办事 没有你的吩咐 任何人不可以擅自办事 就是任何人不可以自己做决定去做一些事的 就是任何人不可以自己做决定去做事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概念 像我们一般比较 特别是政府部门 好像我们一般的特别的政府部门 就是常常会说这是根据哪一次的会议决定 所以我们要这样做 很多时候会说这个是根据某些会议 所以这样去做 某次会议的第几条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这样的工程 某次会议的第几条 所以有这个工程 就是上面说了才算数的 就是上面说了才算数的 这个是对下面人的要求 这个是对下面人的要求 但是对权柄来讲 你沉默就是同意了 但对于权柄来讲 你沉默就代表同意 所以做权柄要常常表达 所以做权柄要常常表达 那权柄之下我们要常常听 权柄之下我们要常常听 听到了我们就去做 我们听到之后就去做 好 这个是讲到婚前许愿要经丈夫确认 这个是讲到就是婚前许愿要经丈夫确认 但是他可能第九节 他可能变寡妇了 但是第九节他可能变寡妇了 就是丈夫死了 就是丈夫死了 或者是他被休了 或者他们被休 那么他就可以自己做决定了 他就可以自己做决定 所以他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 所以他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 好 那么第十节到最后讲到另外一种状况 而第十节到最后讲到另外一种状况 好 他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起了事 约束自己 丈夫听见却向他默默不言 也没有不应成 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 他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起了事约束自己 丈夫听见却向他默默不言 也没有不应成 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 好 这边就讲到说 丈夫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 这个说到丈夫既没有同意都没有反对 这个都算是同意的 这个都算是同意 好 那这个写法跟前面是一样的 这个写法跟前面是一样的 好 好 主要这一段是要看最后 主要这一段是要看最后 数节 十五节 这个 但他丈夫听见以后 若使这两样全废了 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 但他丈夫听见以后 若使这两样全废了 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 好 但他丈夫听见以后 但他丈夫听见以后 这里跟前面的是不一样 这里跟前面的是不一样 前面讲的是一听见要表态 前面讲到一听见要表态 如果反对就把这个许愿废了 如果反对就把这个许愿废了 如果沉默的话 那这个愿就被监立起来 如果昨天的话 这个约就被监立起来 但是这里呢 就是 出现一个问题 但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 十五节 十五节 但他丈夫听见以后 但他丈夫听见以后 就是 可能知道这个事情 一个月或一年之后 他就可能知道一件事 一个月或者一年之后 就是后来想想不对 就是后来想想 不是这样 我觉得你这个愿还是不对的 我觉得这个愿都是不对的 就等于他已经知道一段时间 才把它废掉的时候 就是等于他知道一段期间 他才将它废的话 他这边说 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 这边说到 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 前面所强调的是 做丈夫做父亲的有权 前面说到就是 作父亲作丈夫的有权 但是要在第一时间表态 但是要在第一时间表态 但是当他有拖延的时候 但是当他有拖延的时候 就等于是说 他先同意后反对 就等于他是先同意后反对 这样就变成是 这个做丈夫的被约 所以就是做丈夫的背约 他自己要担当妻子 违反这个怨的罪孽 他就要担当妻子 违反这个怨的罪孽 好 这就是第四段讲的 这就是第四段所讲的 丈夫要第一时间拿起权柄 看顾妻子许愿 丈夫要第一时间拿起权柄 看顾妻子许愿 这里强调的是第一时间 这个强调是第一时间 丈夫要第一时间拿起权柄 看顾妻子许愿 丈夫要第一时间拿起权柄 看顾妻子许愿 丈夫有权柄 丈夫有权柄 父亲有权柄 父亲有权柄 他们可以同意或者反对 他们可以同意或者反对 但是都是在第一时间 但是都是第一时间 是不能拖的 是不能拖 你第一时间的态度 那就是这个神看的是 全秉第一时间做的回应 你第一时间的态度就是神体 你第一时间做的回应 你沉默就是同意了 你沉默的就是同意 那么你就遮盖了你的妻子了 你遮盖了你的妻子了 你遮盖了你的孩子了 你遮盖了你的孩子 这个约也是在你的保护里面的 这个约都在你的保护里面 可是你过了一段时间 你改了这个约 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 你改这个约 这个就是你反悔了 这个就是你反悔 那么这个所有的罪孽 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要承担 这个所有的罪孽 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要承担 所以就等于是说 这个新的世代要开始了 所以就是当这个新的世代要开始了 要开始征战了 要开始征战 要开始得应许之地 要开始得应许之地 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 这个关系很重要 每个家庭里面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每个家庭里面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那神也留意到 这个关系可能因为有神的因素 会受到挑战 神也留意到 因为这个家庭 因为有神的因素 关系可能被挑战 所以神要先讲清楚 所以神要先讲清楚 其实这个跟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跟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一样的 我们讲先顺服后领受 我们讲先顺服后领受 我要顺服是因为我有权柄 我要顺服是因为我有权柄 我有领受是因为神告诉我 我有领受因为神才告诉我 这两个线不一样 这两条线是不一样的 这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做呢 按照圣经的原则是先顺服 按照圣经的原则是先顺服 后领受 比如说神呼召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例如神呼召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当然是从神来的 当然是从神而来的 不过一定要法老点头 但是一定要法老点头 法老反对就不可以动了 法老反对就不可以动了 因为法老也是神所兴起的权柄 因为法老也是神所兴起的权柄 法老没有信主 但也是神兴起的权柄 法老没有信主 但也是神兴起的权柄 但是摩西是神提名召他 但摩西是神提名召他 这两个都是神找到 这两个都是神找到 神不会背乎自己的 神不会背乎自己 他就跟摩西说 神就跟摩西说 我叫你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我叫你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不过还是要法老同意 但也要法老同意 没关系你不用逼他 不要紧张你不需要逼他 你告诉他就可以了 你跟他说就可以了 其他的我来做 其他的我来做 所以埃及就有十灾 所以埃及就有十灾 所以神会做的 所以神会做的 所以先顺服后领受 所以先顺服后领受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其实都是一样的 跟先顺服后领受的概念是一样的 跟先顺服后领受的概念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说先顺服后许愿 我们可以说是先顺服后许愿 我们想就算是神自己跟我们讲的 我们都要服在执政掌权者之下 我认为就是 就算这个是神跟我们说的 但我这个服在执政掌权者之下 更何况是我们自己跟神许愿的 更何况是我们自己跟神许愿 当然也是要在一个权柄遮盖之下 当然也是要在权柄遮盖之下 而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的连于神 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的连于神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爱与信任 就是做权柄的你不要怕 就是做权柄的你不要怕 出于爱的回应 有问题的许愿要废掉 有问题的许愿要废掉 第一时间就要把它废掉 第一时间就要废掉 那我们在权柄之下的人 我们在权柄之下的人 我们相信权柄做的这个决定 我们要相信权柄做的决定 我们会在遮盖的里面 我们是被保护的 我们不只跟我们的权柄有爱与信任 我们不单止跟我们的权柄有爱与信任 更重要的是这个爱与信任也是连于神的 更重要的是这个爱与信任 是连于神 因为神会看的 因为神会看的 他看这个权柄 一会儿沉默 一会儿反对 神会处理的 他见权柄一时就沉默 一时就反对 神会处理的 所以这个关系是受到保护的 所有关系受到保护的 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就是当我们要去得地为业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要得地为业的时候 当我们要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 当我们要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 当我们要去征战的时候 内部的关系稳固是很重要的 内部关系稳固是很重要的 内部关系要彼此信任 内部的关系要彼此信任 彼此相爱 这个预备是重要的 这个预备是重要的 这个是进到应许之地之前的 一个重要的预备 这是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的 一个重要的预备 然后就要打仗了 之后就要打仗了 所以这个摩西传承了 所以这个摩西传承了 以利亚撒传承了 以利亚撒传承了 然后家里的次序清楚了 家里家的次序清楚了 神主可以打仗了 神就可以打仗 而且一定会打赢的 而且一定会打赢 好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打赢每一场仗 打赢每一场仗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敬拜我们的神 As wreck Zo Amen As歌 And let's praise person because we know that OurGod is always fighting for us Amen And every battle of our lives We know that we can trust Him Because our life is in His hand Amen Alleluia We put our trust in Him alone Thank you, Lord We praise you My life is in you My life is in you Lord my strength Is in you Lord my hope Is in you Lord in use My life is in you My life is in you Lord my strength Is in you my hope is in you in you I will praise you and I will praise you with all of my life I will praise you with all of my strength with all of my life with all of my strength And all of my hope is in You Everybody save my life Is in You, Lord, my strength Is in You, Lord, my hope Is in You, Lord, in You In You we put a trust in my life Is in You, Lord, my strength Is in You, Lord, my hope Is in You, Lord, in You I will praise You And I will praise You With all my life All of my life's love I will praise You With all of my strength With all of my life With all of my strength And all of my hope Is in You I will praise You And I will praise You With all of my life Lord, I will praise You With all of my strength Is in You, Lord, my life With all of my strength And all of my hope Is in You Is in You, everybody say my life Is in You, Lord, my strength Is in You, Lord, my strength Is in You, Lord, my hope Is in You, Lord, in You Is in You, it's in You Is in You, it's in You, Lord Is in You, it's here, Lord Is in You, it's in You Is in You, it's in You Alleluia Lord, You are always here with me I will praise You, it's here with me I will praise You, it's in You I will praise You, you know, my life I will praise You, you are the same I will see You, it's in You And today And forevermore Here on Your promises I stand You hold my future in your hand My solid rock Oh mighty God I worship Come on just lift our voices to Him and sing Lord you are always here Lord you are always here With me There is no changing God in thee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Yesterday and today And forevermore Here on your promises I stand You hold my future in your hand My solid rock Oh mighty God I worship you Date兄姐妹 我们感谢神 神是我们坚固的盆石 神设立很多不同的关系 为了来到去保护我们 好不好呢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到开声 为我们生命里面有不同的关系 我们献上感恩 可能在家里你有父母孩子的关系 丈夫妻子的关系 甚至很多朋友的关系 弟兄姐妹不同的关系 神都设立保护 神都设立保障 我们一起来到去为这些关系来到去感谢我们的神 神我们多谢你 你是设立关系的神 你不单单设立这些关系 你都设下屏障 你都设下保护 祝你设立这些慰着 要让这些关系更加畅通 更加流畅 更加让你的爱在这些关系当中来到去通达 祝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献上感谢 每一个的关系 都有你的爱在当中 祝我们感谢你 祝我们赞美你 亲爱定姐妹 我们可以先坐下 今天经文里面 让我们看见 无论我们男人作丈夫 我们作父亲 都有我们在家庭里面的角色 都有在关系里面的回应 当经文来到提醒我们 我们作男人的时候 我们在这些关系当中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 我们进入在当中 我们有没有面对在家人 或者在这些关系当中 我们选择默默不言 这些默默不言不是一个选择来表态 而是不承认 也同时不愿意来到承担 圣灵我求你亲自在当中 你光照无论在线上 在现场 每一个作男生的 神我求你光照 光照我们每一个作弟兄的 神让我们看见 我们在这些关系上面 一个一个的不完全 神的孩子 为了我们每一个作弟兄的 作父亲的 作丈夫的 神我们向你认罪 神面对着一些事情 面对着抉择的时候 我们没有即时来回应 我们选择逃避 我们选择拖延 甚至乎我们觉得很厌烦 我们就失却了我们的位置 神我求你赦免我们 赦免我们就是这样 赦免我们就是面对着 这些事情的时候 以后我们十分的软弱 神这个默默不现 不是你的心意 不是圣经所说的 你默默不现 这个愿意承担承认的心意 神我求你亲自在当中 你赦免我们每一个 你赦免我们每一个作男人 我们没有站在对的位置当中 神我求你的爱 今天再一次进到我们的里面 神你兼顾我们每一个 兼顾我们每一个作男人 作父亲 作丈夫的 神我们愿意回应这些的关系 我们愿意回应 我们愿意来成为这个遮蓋 神我们多谢你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今天让我们 重新去恢复一个爱与信任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今天真正连在神里面 恢复一个属神的爱与信任 关系里面 当我祷告的时候 我领受我们中间很多人 在你过往里面 在关系上面 带着一个很深的恐惧 特别我为了做姐妹的去祷告 我们中间很多很多的姐妹 在你成长里面 甚至当你进入婚姻 关系里面 你不感到 你是被保护被遮蓋 你里面带着一个恐惧 进入关系里面 以致看到我们中间很多姐妹 在水里面 你就不断地去挖 你很想在水泡上浮住的时候 你不断地去挖 不断地去挖 不断地去挖 你很想找东西 你是可以捉住 但是当你看不到的时候 你就不断地 用自己的方法去挖 你用你的眼睛周围去望 究竟出路在哪里 究竟方法在哪里 究竟我要怎样 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 是指进到神给我们的保护里面 进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和保护里面 我们可否一起手按心上 伤害了我们的生命去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作女人 我们会用自己的方法 我们没办法去到信服 我们会很急 甚至我们会去到暖 我们很闯着地去做一些决定 甚至去到许愿 祝你求祢帮助我们 祝你恢复神创造女人的时候 祝你给我们的祝福和保护 祝你帮助我们 还有我们去到祝你面前 承认我们作女人 我们很多时候很难去到信服 我们带着恐惧 我们会很怕 我们会很怕没有人去保护自己 我们会用自己的方法 甚至我们会骄傲 我们会自大 我们会觉得我们看的 我们看到的 我们就去到捉住 主要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进入一个信服的生命 伏低我们自己 伏低我们自己里面 主要祢帮助我们 进入一个信服的生命 以致我们可以领受 开启我们 让我们可以相信 我们是被遮盖的 我们是被保护的 是神的创造 神在你里面 是有恥有罪的 祝你求祢帮助我们 在经文第十六节那里说 这是丈夫代妻子 父亲代女儿 女儿连客又还在父家 也和话所 吩咐摩西的律例 我们看到 是一层 一层 一层 神设立不同的关系 不同的权柄 为了让我们的生命 是得着保护 为了让我们的关系里面 是得着权柄的遮盖 会不会在我们的家里面 我们很难实践出来 会不会在我们的家里面 我觉得我不需要被遮盖 又或者做权柄的 我遮盖不了呢 这个会不会是你的家的光景 这一刻我们为了我们的家里来祈祷 无论你和家人的关系是怎样 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关系 都来交给神 让神这个权柄的切立 可以通达在我们的家里面 以至我们做儿女的 我们有遮盖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可以起来 拿起权柄来遮盖 以及管教我们的孩子 我邀请当中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起立 我请你来到起立的时候 你求神更多的勇气赐给你 你呼求神让你有勇气来拿起权柄 进到这个的遮盖里面 你可以能够遮盖你的孩子 可以遮盖你的下边 可否我们这样来祷告 作父母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求神给更大的爱 更大的力量 我们今天经常说 作首领的是摩西耶和华神 这样来祷告 这个是神的吩咐 天父母 我们代表我们父母 我们每一个暂立的 我们作父亲 我们作母亲的 祝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真是成应 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能够拿起权柄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勇气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 明白你的心意 以至我们如何拿起权柄 来遮盖我们的孩子 以至到我们的家 不能够在你的遮盖底下 不能够通达的 让你的心意 临到我们的家当中 祝我们向你认罪 有多少时候 我们默然不远 有多少时候 我们作母亲的 很心急 很冒失 甚至做决定 比神你更快 有多少时候 我们由于心里的状态 我们没有好好起来 来遮盖我们的孩子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神啊你再一次来 去恢复我们 你让我们重新一次 在你面前集立 有权柄的 有勇气的 来到去遮盖我们的孩子 主啊 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先享受被遮盖 以至我们能够遮盖 我们的下一代 主啊 这个是你的心意 主啊 这个是你的心意 愿你的心意通达 来到我们当中 主啊 我们需要你 我又邀请当中 作孩子的 作儿女的 我们都来到去起立 我们都来到去祷告 有多少的时候 我们没有享受在遮盖底下 我们没有信服在我们的权柄当中 我们任意义行 当父母说些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不愿意听 又或者呢 刚刚听的时候呢 我们就听 刚刚听的时候呢 我们就选择性的来到去听从 觉得自己有灵受 觉得我从神直接来到去download 我都有神的 为什么我要听爹地妈咪呢 这个是不是你呢 这个是不是你呢 等于我邀请当我们来到去 安静的时候 好不好呢 我们将我们的手来到去摊开 代表我们愿意 学习来到去信服 来到去被我们的权柄遮盖 天国 当我们每一个人 来到去摊开双手的时候 代表着我们愿意放手 代表着我们愿意将这个主权 我们交出来 我们享受父母的遮盖 我们享受权柄的遮盖 主啊 这个是你的心意 是你设立权柄层次 主啊 我们多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我们的家里去献过给你 当我们这样行在你的心意底下的时候 我们相信你的爱会更多临到我们当中 你的爱会更多临到我们当中 爱与信任能够通达的临到我们的家里面 关系是可以不一样 关系是可以不一样 好吗 弟兄姊妹 我们都来到去开双 为教会来祈祷 当天父爸爸来到去切立家庭之爱 都来到去让我们有教会来到去遮盖保护我们 好吗 我们一起来到去举手 我们为到我们的教会来到去讨贡 当教会面对艰难 面对攻击的时候 我们更加能够站立 为到我们的教会来到守望的时候 我们就活在遮盖底下 我们一起来到去开双 为教会来到守望 特别为我们的牧师师母 我们的属灵的爸爸妈妈来到去祷告 求神来到去保护他们的身体 保护他们的心 保守他们 保护 call Hold me close Let your love surround me Wring me here Draw me to your side And as I wake I rise up like an eagle And I will soar with you Your spirit leads me on In the power of your love I rise up like an eagle Hold me close Let your love surround me Let your love surround me Wring me near Draw me to your side And as I wake I rise up like an eagle And now I will soar with you Your spirit leads me on In the power of your love 聖令你來掌管我們的舌頭 也都掌管我們的心 主要讓我們的心烈於你 有恥有罪的烈於你 主要你今天跟我們說的話 提醒我們的舌頭 不可食言 不可食言 作丈夫的 不可以默默不言 又不承擔 又不答應 又不確認 主要你來提醒我們 將我們有責任 我們有責任 主要你幫助我們 在愛與信任中 我們連於神 連於權兵 主要你學習如何做權兵 也都學習如何做下屬 主要你幫助我們 在新約聖經裡面說 我們每一句話 將來在審判台前 都要教掌 每一句話都要教掌 所以做權兵的 我們真的有一個很大的責任 去確認 去承擔 去取消 我奉耶穌基地命祝福我們每一個 神的話語是真實 是生命 是那個 一方便 主要我們聽到 是認真的 去聽神的話 今天這張的聖經 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怎樣連於神 怎樣有愛與信任 主要你祝福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真的緊緊的連於神 留意我們的口誓 主要我們承擔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 主要你幫助我們 賜福給我們 在這個生命署的群體裡面 連於神 活出愛與信任 祝福大家奉耶穌基地命 Ame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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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